在年底,县市长选举的超级战区宜兰县 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县长吕国华 昨天突然宣布,明年要恢复举办同晚节 而且立刻就获得了行政院的背书 民进党候选人林聪贤则是批评吕国华 选举到了才要恢复举办同晚节 这根本就是选举的拔蜡票 而宜兰县民对这个政策也有两极化的评论 距离年底县市长投票日只剩下18天 宜兰县长吕国华大动作开计诊会 表示要恢复举办同晚节 如果说说说的话我来认 同晚节没有复办的话我可以马上辞职 不过对照两年前才刚入主 宜兰县府不久的吕国华却是这么说的 同晚149年在举办12年实届之后 坚战时停办 不过如今吕国华表示 两年多前提出停办同晚节是非常的无奈 但是在马英九总统跟刑政院长吴敦毅的支持上 明年愿意补助宜兰复办同晚节 这是我以宜兰女婿的身份讲的 那个同晚节办得不错 同晚节其实宜兰也很有条件 很有条件继续来恢复 让它跟兰女婿跟争取跟会一样 让全宜兰县都普受服务 各种活动雨露均沾 大家欢迎你看什么 恢复同晚节最初是由这一次民进党县长参选人林充贤所提出 还发动地方公投联署 这一次国民党跟吕国华面对选情危机的压力 以中央跟地方执政的优势 吸纳对手要复办同晚节的政见 被政坛人士视为高招 但林充贤则是抨击吕国华 根本不认同同外艺术节 如今是想拼人认才想要复办 中央执政也两年 那在这两年里面都没有提到说要复办 距离投票日志向18天 他提出复办 我们觉得他又在开把他票 要骗选票 现在不管南绿阵营都主张要复办同晚节 不过宜蘭县民反应不一 中央没有支持到最好的台词 这样说吗 对啊 所以我们也比较老实 暂时我们不知道 对啊 对不对 据了解宜蘭县政府针对明年的总预算中 并没有编列举办同晚节的经费 蓝绿阵营在超级战区大打同晚节这张牌 到底有多少选票效果还有待检验 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为了要加强对美国牛肉的把关 预定昨天要通过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条文 但是因为蓝绿立委提出的版本有差异 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双方在院会对峙了一整天 意识也空转了一整天 而在场外更有民众示威反对美国牛肉进口 跟警方爆发冲突 今天会议到此为止 散会 下午五点整宣布散会 原本朝野预定要在17号完成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法的议程 却因为朝野对版本共识不高 率立委坚决杯葛议事空转一天 然而不知场内上演霸占主席台的画面 场外也因为民众集会反美牛进口 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其实朝野协商一整天没有共识 就是对修法的内容互不相让 虽然最后立法院长王金平提出折中版本 在国民党版本中 将头骨脑眼睛脊髓等危险部位名文列入 但未提及不得进口的字眼 与民进党坚持的底线就是不得进口 有所落差 最后还是协商破裂 你必须要跟全体台湾人民道歉 一时空转一天的国会接下来的院会 还是排定相同议程 民进党宣誓绝对会坚持立场 不达目的不罢休 而且已经行文卫生署 在修法未完成的过渡期 进口上就是进口高风险牛肉部位 必须智慧民进党团 民进党立委将发动清查的行动 防止美牛猛烘过关 记者李小平要组成信龙台北报道 台南县后币厢的稻田 在发生重金属各污染之后 又传出深的含量也超过监测上限 让当地的稻米受到了严重冲击 虽然到目前为止 确定受到污染的农地只有一块 但是附近其他农民都遭到鱼池之殃 马上接到米商要退货的电话 而当地的冠军米得主 也是纪录片吴米勒的主角 昆斌博带头跳出来 保证当地的米绝对没有问题 希望消费者不要恐慌 后币厢三百位农民 统统站出来高喊口号 为自己的稻米品质挂保证 就怕消费者打电话来退米 农民会活不下去 就连种出冠军米的昆斌博也说 退米的电话接不完 他只好拼命解释 他们的农田没问题 受到重金属污染的稻田 仅零费炉渣处理厂 金黄色的稻穗还没外流 已经被全面回收准备销毁 因为被验出含重金属个 农田主人很激动 只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由于正值二旗稻作收成 却遇上炉渣重金属污染事件 有粮商根本不敢收这附近的米 受到污染的池鱼之央 农民更在意的是 后避米这么多年建立的好名声 会毁于一旦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动动双手大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来学跟运动有关的手语 每天运动可以健身又可以减肥 手语的结构是 每天运动健康瘦能 握好你的双拳 一起在肩膀上 上上下下的动一动 这样就是运动 每天运动可以健身又可以减肥 每天运动可以健身又可以减肥 第一这个游戏